好,在看完了单词之后,咱们跟老师一起看看课文部分 我们发现第六课呢,是一篇标准的继续文 这个英语继续文呢,在有个术语叫narrative 我们可以先读一下这个词,narrative narrative,就类似于中文中的继续文 它有一些要点,大家发现跟中文特别类似 第一个要点呢,就是文章中一般都会有五个w和一个r 咱们看分别是什么 第一个w是when,什么时候发生的,就是时间 第二个是where,是地点,在哪里发生呢 第三个是who,是人物,有哪些人参与了 第四个是why,是为什么会发生,就是起因 第五个是w,第五个w是what,是发生什么事,就是事情经过 最后呢,一个r是result,事情的结果 咱们看就是中国人说的 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 这跟中文别无二致,这是跨越时间和民族的障碍的,都一样 另外在写的时候要注意,目的明确 线索清晰,就一条主线穿到底 另外呢,描写生动,详略得大 该详写,该详写,该详写,该掠的就掠写 巨事赋予变化多变 咱们一会儿在文章中看看是不是能达到这样一个标准 好,咱们下面来先看看第一段 第一段的第一句话,上来先描述一下这个事情发生的地点 就是where The expensive shops in a famous arcade near Picdilly were just opening 他说,在皮卡迪利大街附近一条著名的拱廊街上的这些高档商店刚刚开门营业 描述了这个故事大概发生这个地点 首先注意,最核心的一个词就是这个高档商店 这重点了 那高档商店叫Expensive shops 注意这个Expensive是不非常昂贵的 商店不卖,它是商店里的东西卖的特别贵 所以这个Expensive本身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抽象含义,就是让你费钱的 对吧,这种商店进去你花钱去吧 东西特别贵,让你很费钱的 那么我们看看多看几个例子 高档商店叫Expensive shops 或者说高档的宾馆Expensive hotels 你住就去一宿花好几万块钱 这是让你很费钱的 又让人很费钱的这个含义 稍微派生一下,下面这句就好翻译了 看这句怎么翻译啊 Mary is an expensive girl She eats like a horse 玛丽不能说一个很昂贵的女孩 这个女孩不能摆在那儿当商品卖,不行啊 她吃的像马一样多 一槽子一槽子吃 所以这个玛丽怎么样呢 是一个让你费钱的女孩 很费钱,为什么呢 你带她吃海鲜吃泡鱼 一天吃一千只鲍鱼 这个玛丽还超级玛丽 这个很厉害 所以这个Expensive girl 可以发现败金女孩 让你花钱 你跟她谈恋爱 你就花钱去吧 是不是都来自于让你很费钱的 所以高档商店 高档宾馆也用它 这就好理解了 当然我们要注意 这个说 玛丽吃的像马一样多 这英语固定的比喻 这不能用中文 说吃的像猪一样 she eats like a pig 那老外理解就错了 为什么呢 eat like a pig表示 吃的时候没有吃相 就是张着嘴 嘎嘣嘎嘣这么嚼 梭罗梭罗出生意 这叫eat like a pig 但eat like a horse 表示吃的多 吃的多也能说eat like a lion 用狮子那个词 lion也行 所以中文这个比喻 不能直接搬到英语中 这是文化上有区别了 有个人说 我的叔叔是一个铁公鸡 一毛不拔 他直接说 my ankle is an iron cock iron是铁 cock是公鸡 攻鸡 在美国还是个脏话 指男人身上某个部位 还是个铁的 这一听就更难听 老美就那么莫名其妙 这什么意思呢 在英语中不能这么执意 我们应该说 my ankle is a miser 是一个吝啬鬼就好了 m i s e r m i s e r a miser 就好了 所以这个不能执意 所以吃的多 吃的像马一样多 一槽子一槽子吃 高档商店可以这么说 但高档的豪华的 表达有特别多的 一些丰富的变化 再比如说可以用 fancy或者luxury 这些词也行 我们分别给老师读一下 fancy luxury 这个第二个不好读 再来一遍 luxury 这个x出现 一般有四个发音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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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间店铺而上面有个拱顶 有个圆弧的顶子 只要刮风下雨都不怕 这个叫做看着图再来一遍 Arcade Arcade 有拱顶的商业街 这里面有个拼写Arc 其实再加个H Arch就出现了拱 拱顶 桥拱 拱门 都叫Arch 这就是去掉的H变成ABE 放在一块Arcade还是跟拱相关 咱们看几个例子 中国在北京颐和园著名的十七孔桥 翻译成英语叫 Seventeen Arch Bridge 十七个桥拱 每一个桥拱叫做一个Arch 我们说名词做定语的时候用单数 不能说Arches 用单数 因为名词是定语 还有我们看 著名的地方 法国的凯旋门 叫Arch of Triumph 因为它是个大拱门 可以用它 我们再读一下德胜凯旋这个名词 大声里面 Triumph Triumph 德胜凯旋 这个在未来五十四课 本能还是机智 我们会讲到这个词 这是法国的凯旋门 它又有大桥拱 可以用它 那么我们再看一看 还有一个跟它类似的一个词 也出现了Arch 就是在我们第四课 就是一百八十二页的第十三行 一百八十二页的第十三行 出现这么一个东西 The student hit an archway nearby where she could watch and hear everything that went on 这个学生藏在附近的一个Archway的后面 在这儿呢 他可以看到和听到每一件发生的事 咱们就说个Go on 叫发生的意思 什么叫Archway呢 这是这个油拱顶的柱廊 两边是一个一个大柱子 上面是拱顶形状 这个学生可能就藏在一个大柱子后面 在偷偷地观察 咱们还配一图片 咱们看 这是一个Example of an Archway 这是一个叫油拱顶的柱廊 两边是一个一个大柱子 上面是拱顶 那么这学生可能藏在这么一个地方 你看有助于咱们精准的把握 课文的含义 这几个都跟圆弧类似 所以拼血也是像的 可以放在一块记 这是高档商店 在这著名的拱廊街商店里边 拱廊街又在哪呢 Near Pigville 在皮卡迪利大街附近的 这么一个拱廊街 这个在附近 这用的是Near 大家都认识 当然可以 但是在附近除了Near 还有好多 咱们总结总结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 可以用around around my house 在我的房子周围 可以叫在附近 或者close to 这在新闻点二侧大量出现 在什么城附近 close to my apartment 离我的公寓很近 close to 这个to是借词 还可以用什么呢 还可以用一些比较正式的词汇 比如说 in the neighborhood of 或者in the vicinity of 在什么什么的附近 vacinity 来得比别人的neighborhood 更为正式一些 叫临近地区 我们分别读一下两个名词 先读第一个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注意 李老师用的是美式拼写 英式拼写里面呢 把中间的or 换成our 叫neighborhood 就好了 但注意后面 hod不要读呼的 那成了我呼你了 不是呼 而是发oh oh hood hood 不要读呼的 不是乌 再来边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好极了 再读它的同一词 再来边 vacinity vacinity 这两个词都可以表示在附近 in the vicinity of my university 在我的大学附近 可以用它 还有一个很多同学忽略了的 就是一个界词off 注意这个off也可以表示在附近 它不一定是离开的意思 这个词很多人都忽略掉了 它可以表示在附近的意思 这个我们看一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 I ran an apartment off campus 我在校园附近 租了这么一个公寓 注意off campus 是在校园附近 那camp那是校园的意思了 但是这样是在写作中 阅读中还好一些 但关键这个搭配 如果出现在口语对话中 在听力考试中就麻烦了 很多同学听成了校园的公寓 有off吗 一个是of那个off 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如果是校园中的公寓 咱们应该拿下这词on apartment on campus 一个校园中的公寓 校园生活 life on campus 加owen这个on 而不能用off这个off 你不信咱们就听一道当年的 托福听力真题 来看看是不是这么来用 咱们看看这个题应该选什么 我们先仔细先听一遍 Number 28 Will you be living in the dormitories this year? Not if I can help it I've been thinking of renting an apartment off campus with some friends of mine What does the woman imply? 她问这个女士 这个女的暗示什么 咱们再来一遍 同志看看要选哪个 Number 28 Will you be living in the dormitories this year? Not if I can help it I've been thinking of renting an apartment off campus with some friends of mine What does the woman imply? 咱们看看应该选哪一个 好了 咱们说答案吧 应该选哪一个 应该选择第一选项 你做对了吗 She doesn't want to live in university housing 她不想住在大学里边 注意这个housing 表示住的地方是不可数的 house是可数的 housing不可数 为什么选D呢 咱们把原文再看一看 再听一遍 看着原文听 Number 28 Will you be living in the dormitories this year? Not if I can help it I've been thinking of renting an apartment off campus with some friends of mine What does the woman imply? 你发现 能听懂了这个off campus 这个体秀作对了 第一个说 Will you be living in the dormitories this year? 你今年还会住在大学的 这宿舍里边吗 这个dormitory 可以表示大学的宿舍楼 这美式的用法 英国人读成dormitory dormitory 美国人都读成dormitory 我们把tree都读成tree 它读开来 但是在英国呢 dormitory叫宿舍房间 在美国dormitory 表示宿舍大楼 这个在英国和美国 有人在交流时 就出现过误会 有美国人的英国人说 在我们大学里边 男女生住在同一个dormitory里边 英国人吓一跳 你太开放了 住一个房子里边 不是一个房间 而是一栋楼 这个意思 第二个女孩说 not if I can help it 如果能不住的话就不住 not if I can help it 什么叫if I can help 不是我能帮助他 没有人需要帮助 什么意思呢 这个help是避免的意思 相当动作avoid 如果能避免这个事的话 我就不 就能不住就不住 就如果这个学校规定 你要不住 立刻枪毙 那没辙了 那只能住了 能不住就不住 这个help 表示避免是口语中的 一个非常常见的含义 咱们也知道 比如说我去另外一个朋友家 串门了 朋友说 干脆老朋友 就住着别走了 住一宿吧 我说 I really don't want to go 我真的不想要走啊 but it can't be helped but it can't be helped I really don't want to go this weekend but it can't be helped 但是这个事是不能够被避免 it can't be helped 就是我必须得走 注意这个help是避免的意思 not if I can't help it 能不住就不住 我们说了 I'll be thinking of renting an apartment off campus with some friends of mine 我们用的是 现在完成进行时 咱们在第二课讲过一遍 表示一个持续的动作 一直到现在 有可能还进去下去 对吧 我这些天一直呢 一直到现在 都在考虑着 我住一个公寓在哪 off campus 在校园附近 注意不要读campus 为什么 李老师说过 没有字母玩的时候 不要勾舌头 不是campus 而是campus campus 这么来读 with some friends of mine 跟我的几个朋友住在一块 住校园附近 What does the woman imply 答案是什么呢 当然选 第一选项 他不想住在大学里边了 想换在外边 这来住宿 你做对了吗 是选这个 咱们不幸开到书后题 咱们看37页的第四题 好 跟老师一块翻书 我们打开37页 请看第四题 注意要跟原文中意思一样 这个题说 37页第四题 The expensive shops in什么 were just opening 咱们看ABCD选哪一个 好 正确答案是D选项 对不对 正确答案选D A选项是皮卡迪利的著名的拱狼街 这个不符合原文 原文是皮卡迪利大街附近的 B选项是一个皮卡迪利著名拱狼街 这更不对了 C选项是著名的皮卡迪利拱狼街 它没有说拱狼街的名字叫皮卡迪利 它指出皮卡迪利附近的 那只有选D了The famous arcade of Picdilly 就像The near Picdilly选D是正确的 但是万言说的这个练习详解里面 答案给错了 给了C选项 叫万言说给注视的老师都忘记了 这个off可以表示在附近的意思 所以这个C不符合原文 选D才是正确答案 就好了 好 这个我们把这个在附近先看清楚 下面说在什么附近呢 在皮卡迪利大街的附近 这个Picdilly它没有进一步解释 因为在英国是近人皆知的 皮卡迪利大街是英国伦敦最著名的 最繁华的一个商业街 就类似北京王不景一样 咱们一说都知道 咱们看一个图 这是著名的英国伦敦的Picdilly 著名的皮卡迪利大街 我们这个拱狼街就在这个大街附近 然后在一个商店附近发生了这么一个事 这标明了本文发生的大概的地点 但是你注意咱们翻译成中文时 这个语序跟英语不一样 你看怎么翻译呢 在皮卡迪利大街附近的 一条著名的拱狼街上的 那些豪华商店刚刚开门营业 中国人思维的顺序是由大到小 由外层到内部 而老外的顺序是从内层到外部 由小到大的 先说最核心 一层一层往外走 中国人从外部往里走 所以注意这个语序 咱们类似的来说一个句子 你看这个语序 咱们中文说 在朝阳区北京 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上 高档的国贸商城 这个卖的东西贵 叫China World Shopping Mall 中国国贸商城 刚刚开始营业 就是我在那路过 当自行车门口一看 开门了这个 但算了 我自行车卖掉 都不过买双袜子的 我就没进去 刚刚开始营业 也是用过去进行式就好了 但是我们看 他说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上 高档的国贸商城 在中文中 可以先说 高档的国贸商城 这个高档的 就一个形容词 可以放到前面去 China World Shopping Mall 然后说什么呢 在朝阳门外大街上 然后再说这街在哪呢 在朝阳区 就好了 咱们看看怎么说 The expensive China World Shopping Mall On或者Ad都行 建国的建国门外Avenue 建国大街在哪呢 In朝阳 District We're just opening 好了 但你看在中文中翻译时 先翻译成 在朝阳区 This is 表示城市 某国区了 建国门外大街 Avenue 用在大街的名字里面 当然在这个大街上 我们既可以用On 也可以用Ad 两个都对 然后呢 高档的国贸商城 现在开始 刚刚开始营业 在本文中 就用它来表示的文章 这个地点发生在这个地方 而大致的时间 就在清晨左近 但重要表达的是地点 对